六省冠军竟然都敢冲着王铁锤狂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要知道世界冠军见了王铁锤 都是胆战心惊 我们俩看这把精彩实战 黄省冠来了一个当头炮 铁锤呢把马跳 红的上马推到出狙 红的出狙之后 推起选择了强挺七族 有意的呢让红旗走过河去 黑旗拼风马堂堂正正 红旗并没有选择进兵 他呀来了一手上马 黑旗要是空族两头蛇 他在高横距 那这个中炮持横距 对拼风马两头蛇 他比较稳健容易合旗 在这里呢 黑旗选择了直接独马盘河 变招了 红旗呢也没怂 选择了一个比较激烈的 激进中兵 黑旗充足展开反击 红旗退一步 黑旗不离继续往下冲 那红旗呢并没有选择逃这个马 也没有吃这个马 他呀选择冲兵 对着干 那黑旗呢 回马 现在踩着鞠 吃着马 红旗呢来一将 黑旗补个试 红旗再拼兵一将 黑旗飞个象 然后呢 红旗平居 要吃马 给你对着干 黑旗也没怂 吃掉 那红旗干掉 黑旗出居 做一下兵 红旗这个兵 并没有 吃足 也没有退居来饱 他呀 选择往上盘满 给他吃兵 红旗呢 再把竹打掉 黑旗选择 进居 吃马 红的 出居吃炮 这样你吃 他吃 黑旗呢 没有便宜 黑旗呢 在这里选择了一手上马 这个时候啊 红旗呢 一般呢 都是走 大象一江 黑旗吃掉 红旗跟他对掉 黑旗飞掉 以后呢 红旗吃炮 他吃马 他再吃 双方啊 一顿大交换 最后呢 就合齐了 那在这里呢 红旗作为一个先手方 不想这样合齐 他要强辩 选择了一手退居 那你这样一强辩 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黑旗上马一踩 这个炮肯定是不能丢啊 踩了之后 你用锯齿 人家一吃马得死了 抵住 然后呢 黑旗再来一手回马金枪 现在锯马被拉住 要吃你的马 那红旗要是高炮宝宝 那这个子力啊 这个阵型啊 太呆板了 子力受到牵制 他呢 也有妙手 选择一手 气炮 又气马又气炮 黑旗肯定是不敢打 你打掉之后 底下落风 这个一将 再上马一将 把锯给你一抽 那黑旗都可以领盒犯了 那黑旗呢 又妙手 平过来 我现在是弹子炮 你打的话 我再打过来 还是要砍你的底 是要杀你的马 那红旗呢 在这里呢 他是选择了定居一将 这个旗啊 他应该呀 把这个锯弃掉 选择直接踩上来 踩上来 他就不敢吃鞠的 吃鞠的话 这边一将一跳马 这个一扑槽 就要杀齐了 所以他应该直接吃马 他呢 是选择了来一将 然后啊 马往这边跳 走到这儿 其实黑旗呢 也可以将鞠杀掉 你扑马杀的时候啊 他有一个回马来守 但是呢 黑旗觉得那样呢 优势不够大 在这里呢 并没有摊这个锯 选择试试 拔掉你的底铺 然后呢 再平边炮 下一手 准备撞鞠挫杀 红旗呢 有铺马 要卧槽 第一招制敌 黑旗呢 先来一将 红旗电鞠 要求给你对子 那这个鞠不敢再躲了 因为这边有杀旗 可能是先来一将 吃掉 然后呢 他再来一手啊 回马 这样呢 你一将 他就可以啊 垫锯 有这个马 你恰好不能 不能进炮打 这个旗呢 如果说走一手 马四进五 那更加凶 你将我就垫回来 你再打我 可以吃个事了 中路后了一层 你这个炮呢 又动不了 那红旗呢 在这里选择 先来一将 黑旗只能退居 现在不能进炮打 那他只有淘马 那红旗呢 再来一将 黑旗上个试 然后呢 红旗 黑旗退炮 一招两路 既防止你卧槽 又要往内上 给你来一将 红旗呢 赶快下摔 黑旗呢 就上马 随时呢 准备把这个 恶马给你对掉 红旗 赶快 归位 防止他 拔掉最后一层底铺 那黑旗呢 也不着急 对你这个马 我现在呀 这个炮已经手中卧槽了 随时可以给你交换 先平据 散个线手 下一招 杀相 你一落势 再把你最后一个 底铺一拔 那红旗不干了 是一个边相 黑旗呢 就把冰扫掉 红旗一看 这边 这个马握不上头 这个马呢 还挡着鞠路 他就退马 以后呢 准备把鞠退回去 黑旗呢 就冲足 红旗 进马 红旗进马 他下一招 灌一将 可就要了命啊 黑旗呢 各种鞠 再多一下 黑旗 回马 红旗回马之后 黑旗 退鞠 守住这个竹林 防止你 马三接二 那这个时候啊 红旗啊 他应该走一手 退鞠河口 也防止黑旗进足 他在这里呢 又给黑旗挖个坑 他把鞠啊 退到这儿 他想干什么呢 他想引诱啊 黑旗 平鞠过来 捉霜 然后呢 他在马往中间一跳 那这个旗 就 不得了了 又采鞠 下一招 刮脚 还要命 那黑旗一看 叫的郊区一颤 哎呀 你这是 当我是个傻子吧 啊 进足 正好你卡住相眼了 我冲足 红旗呢 再进居 那黑旗呢 这个时候 再过来 做双 给你交换 红旗进完 黑旗呢 踏下一招 红旗退个市 黑旗呢 再 进马 头皮厚了一层 你现在不能挂了 那红旗呢 这时候选择一手 吹炮 以后再给你架个冬炮 吹旗 靠足 哎 那红旗呢 也是不依不饶 冬炮扣上 你要不离 这挂一将 他就要了命 只能吃掉 红旗打掉 这现在挂脚要命 好像挺厉害的 那黑旗刚才敢吃相 都已经算到这里了 来一手 飞龙在天 飞相之后 你现在再挂 我就给你试掉了 那黑旗呢 没招 现在少个子 红旗呢 现在没招少个子 只能是先把这个狮子找回来 然后呢 把这个马吃掉 现在说 虽然说找回了狮子 红旗还是狙马炮 但是呢 还是滥相 而黑旗呢 这个进行严整 你这个马呢 跑到炮后边去了 这个对黑旗呢 是再没有任何威胁了 黑旗呢 先退居 保住相 红旗在进居足林 准备扫足 黑旗呢 保住这个足 红旗吃掉这个足 黑旗呢 再开炮 以后呢 可以底下较浆 红旗呢 先摆个中居 黑旗来一将 那你这万万是不敢上市啊 要不然的话 这一顿出江可受不了 只能是御驾竞争了 黑旗呢 也不着急 因为单狙寡炮 下红道 你也坐不出来起 他就再偏一路大军 叫足过河 红旗呢 上马 以后四级马往中间跳 那黑旗呢 平足 红旗 退居 先给你对一下 那这个对了居 你的两个光杆炮 肯定是没法跟人家玩了 有不了了 那不对 来一将 炒开 然后啊 退炮 来给你对炮 这条旗走得非常刁钻 因为这个马炮 我现在随便对你一个 你对我就再没有任何威胁了 那红旗也无奈 你要是退一手炮吧 人家帮马给你对了 那单狙寡炮 更是没法玩 他选择对掉 吃掉 然后呢 先上个试 飞起呢 走得很老练 先退居 把居走高 守住这条生命线 同期 这个居马也没办法 这个老将呢 也没办法 停开 然后退回去 你平时人家掉一镶 你只能在三楼凉快了 他也开始过边兵 那黑旗呢 招一手炮 那很明显呢 下一招一上市 我就准备给你炮中炮了 同期 先把居走开 那黑旗呢 抢住东路 来一张 然后啊 再拔掉你最后一层底裤 居站住花心 把你帅还给你定住 同期过边 黑旗呢 就平足 那咱俩就看谁快了 我这么定着你 我这个族 再冲两步 那这又是瓶 又是垫子 都是双杀 你可打不住我呀 你这个兵过来 哪怕是你靠到这来 也没有用啊 我这 护卫众多 同期 平兵 黑旗呢 挺炮 下一段 把这个马 跟你一交换 你还玩啥呀 平局 还是要求对局 这样你吃 还一踩 双方就可以打卡下班 和其 和其 选择 拼聚 那走到这 他就只好 兔子认负了 因为你现在 要是兵吃相 他就换你的马 换完你的马之后 局族 必胜你这个 巨灌老将 你要是 八马走开 他把你兵吃了 那你这 巨马 灌老将 跟人家 巨炮族 吃相权 也是没法玩 那 与其让人家吃光 他不如现在 负责任 负责任